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見日談 我是艾楚怡 東盟外長會及一系列會議 24日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 超過30個國家的外長及政府官員應邀出席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都將出席相關的會議 在中國東盟十加一外長會上 中國跟東盟國家會討論哪些合作 布林肯表示 他將在東盟會議期間 與王毅會面 南海議題 會是兩人會面的重點議題嗎 美俄外長在東盟外長會期間會互動嗎 另外 越南25日到26日 為已故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夫仲舉行國葬 中美兩國分別派官員參加葬禮 有分析認為 阮夫仲離世 給越南留下權力真空 其繼任者之爭或很激烈 越南領導層更迭對中越關係 美越關係 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相關話題今天邀請到中國社科院 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許立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讀 先來通過宣傳片 瞭解一下相關情況 第57届東盟外長會及系列會議24日起在老挝首都萬象舉行 本届會議的主題為增進聯通 加強韧性 成員國外長將討論東盟進行中的區域經濟融合議程 以及數碼 綠色經濟等新興發展領域 東盟也將通過一系列擴大會議 與對話夥伴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于25日至27日出席中國東盟10加1外長會 東盟與中日韓10加3外長會 東亞峰會外長會和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 並正式訪問老挝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聲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26日及27日 在老挝萬象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 布林肯此前表示 他將在東盟外長會期間 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他表示 他定期與王毅通話 他強調 美中兩國能夠在雙方存在分歧的領域 包括南海和台灣問題進行非常清晰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美中兩國重新建立定期的高層接觸 可以避免任何形式的意外衝突 這次在老挝舉行的東盟外長會 我們看到有超過30個國家的外長 包括官員應邀出席 外方代表規模是超過了1000人 包括中國 美國 俄羅斯跟日本的外長 可能會在會議期間進行一些雙邊的互動 這次會議的規模您怎麼來看 我想從這次會議的規模來看 應該說創歷史之罪 應該說我們知道去年的第56件 東盟外長會議它參加的國家是29個 那麼這一次我們看了就是30個 所以國家是最多的 另外參加的人數剛才你提的是超過1000人 我們知道去年在雅加達舉行的第56届 東盟外長會議 它的人數大概是1100人 所以人數大概是參加與會代表的人數 大概是相當的 那麼剛才你提到的參加對華國的這些國家 應該說和以往的規模都應該差不多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看的話 我們通常所說東盟是一個小馬拿大車 所以你看10個國家 雖然它是世界的第五大經濟體 但是每個國家的規模都不是很大 特別是腦窩這麼一個內陸國家 它的人均GDP才有幾百美元 這麼一個規模 那召集這麼多國家來參加會議 確實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這就體現了在當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 那麼東盟作為一個引導或者推動地區一體化 它在這個方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這次的東盟外長會的主題是互聯互通和更富任性 其中會重點關注到九個關鍵的優先領域 我們看到它四個是涉及到了增加東盟的聯通性 五個是涉及到了增加東盟的實力 您覺得這次外長會聚焦的這些議題 您怎麼來解讀 我想每一次的東盟外長會議 甚至是馬上要舉辦的這些東盟峰會 乃是東亞峰會都有它的自己的主題 那麼今年的主題就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加強互聯互通推動這種韧性 推動這種實力的這種增長 那麼都有每一年實際上都有它的優先的領域 那麼今年的優先領域 剛才所提到了分為九個方面 那麼這九個方面實際上主要是 剛才你說的兩部分 一個是互聯互通 為什麼是互聯互通 因為東盟它指定了一個 2025年的互聯互通的一個規劃 那麼明年就要到期了 所以今年它要推動互聯互通 最主要還是要對明年的規劃的完成情況 作為一個評估 那麼另外一個增加它實力的增長 那麼很重要一點就是要 推動東盟2045年的願景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出席 東盟中國十加一外長會 東盟中日韓十加三外長會 以及東亞外長會 您覺得這次中國跟東盟之間會重點聚焦在哪些議題呢 我想中國和東盟的合作 我們把它稱為十加一的這種合作 那麼這種東盟和東盟的這種十加一的合作 被稱為十加一合作裡面的是最富有活力的 最富有內涵的一對關係 可以說中國和東盟的合作創造了很多的示範 很多的秩序 比如說中國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等等 這些都是引領了地區的合作 那麼這次王毅參加這個雙邊的多邊的這些系列外長會議 我想核心就是和東盟要聚焦 共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來共同推動五大家圓的建設 那麼未來可能更多的要聚焦 比如說基礎設施的建設 數字經濟 綠色經濟 這些未來的這些產業的這種深度的這種合作 來進一步的打造中國和東盟的命運共同體 那麼特別是在互聯互通和數字化轉型方面 中國如何給東盟赴能呢 實際上這兩個方面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比如說這個數字化的這種轉型 因為中國我們有這種技術 也有這方面的這種人才 特別是數字化赴能 我覺得主要的增長點是在中小企業 因為據我們的研究 那麼東盟的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的這種轉型 任務還是非常的艱鉅 因為很多的東盟的企業 應該說在數字化領域 數字化轉型方面還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這個迫切需要外力來跟它合作 那麼中國在這個方面 我們在這個方面 我們有我們的經驗 我們有我們的技術 所以這個方面 我們在數字領域的這種合作 我覺得未來的空間是非常強的 那麼前一段我也去東南亞去現在調研 實際上我們現在發現很多的中國的一些頭部的 這些數字經濟企業都開始布局了東南亞 比如說像這個阿里巴巴 騰訊 包括我們的這個抖音等等 這個TikTok等等 可以說在東南亞的業務開展還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關於中國的一些 比如說數據懲處的企業也在開始東南亞開始布局了 所以這塊我覺得未來在這方面合作的空間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他會在這次的東盟外長會期間同盟議進行會面 那您覺得南海議題會是雙方重點聊到的議題嗎 實際上南海問題我覺得不是中美之間的一個 可以說核心的問題 實際上美國對南海問題我個人認為 他從傳統上對南海的這種不選兵戰隊 不介入的態度現在已經慢慢地轉變為 這種選兵戰隊和介入的這麼一個轉變 實際上美國的這種態度的轉變 對南海的和平解決實際上是造成了一定的干擾 特別是現在中國和東盟正在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這種談判 那麼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實際上是牽涉著中國和相關國家的一些爭議的問題 如果美國的這種深度的介入的話 毫無疑問會干擾這個南海行為準則的團判 也不利於南海的和平與穩定 雖然美國公開地講那麼南海的和平穩定是符合美國的國家的利益 但是如何維護南海的和平的穩定 我想這是中美兩國需要在這方面要進行深入的這種探討了 一方面美國說他要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 另外一個他和南海的和中國有爭議的國家來進行這種雙邊的這種軍事的演習 來推動這種南海的這種安全的合作 某種程度來說是刺激了南海的軍備競賽 是不利於南海的和平問題的 是關鍵我覺得兩國的外長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要真正的要坐下來好好的來談 用布林肯的話說 他要表明美國在這個方面的清晰的態度 他要傾聽中國在這個方面的清晰的態度 用美國的這種他們一貫的說法就是要管控中美分歧 不要讓是中美的分歧來插槍走火來走向失控的邊緣增加護欄 但是南海我想不應該成為中美衝突的這麼一個戰場 應該要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個平坦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這個方面應該要三十而後行 因為南海的和平穩定實際上也是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布林肯這次的亞洲之行除了老國之外 還會訪問到新加坡 越南 日本 菲律賓 還有蒙古 我們也看到這是他任內第18次訪問印太地區了 為什麼訪問選擇這幾個國家呢 實際上我們看一看布林肯的這次行程安排 他總共有八天的行程 應該說八天的行程去這麼多國家 應該說行程還是安排得非常滿的 是吧 比如說他在老挝 他要參加這種東盟的新年外長會議 還有一些雙邊的一些會談 那麼在越南要參加阮服中總書記的國賬 那麼他要去日本 日本他要開這種四國的機制的外長會議 同時也要推動美日韓外長的這種會議 還有美日非這種外長的會議 所以在東京的訪問日本的這次行程 應該說內容還是非常的豐富的 那麼很重要的一個活動就是要啟動這種 或者推動美日的這種二加二的會談 那麼新加坡他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什麼 要啟動第二輪的美國和新加坡的 在關鍵和新興科技的這種對話 那麼這個對話是方為五個領域的 其中是人工智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所以他整個行程都是圍繞中國的這種周邊 這也符合了美國推進印太戰略 就是用布林肯自己的話說 要塑造中國的周邊的環境 所以我們看這一次布林肯的這一次 形成的是精心的安排 是為了他所謂的 塑造中國周邊環境的這個目標而去的 而且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東盟外長會之前 中國跟菲律賓是就管控制愛交的局勢 達成了一個臨時性的安排 美聯社就形容說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協議 您怎麼來看這個臨時性的安排 有怎樣的觀察 我覺得正如你說的這個協議 其實核心是就是臨時性的安排 什麼叫臨時性的安排 就是說在這個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 為了把局勢降溫來穩定 來作用於中非合作的友好大局來出發 做了一個臨時性的這種安排 那麼這個臨時性安排 肯定不是永久性的這麼一個安排 那麼臨時性的安排 那麼核心的一個要點就是說 要從人道主義的這個角度出發 中方可以容許菲律賓的人員來運送 這些食物啊 水啊 這些生活的物質給這些 在這個擱淺的攤上的 菲律賓軍艦的這些所謂的這些陸戰 陸戰軍這些人員 軍事人員 給他們一些基本的人道主義的補給 另外一點就是說 達成非常重要的公式 就是不允許菲律賓來運送這種建築材料 來加固軍艦 所以我覺得這個內容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這兩點 那麼從這兩點來看 那麼菲律賓通過前一段的和中國硬碰硬的這種對抗 實際上他深刻地認識到 跟中國硬碰硬 菲律賓不會得到任何的好處 還是要回到杜特爾特時代跟中國 要通過雙邊的渠道來解決彼此的分歧 我想從這個臨時協議的安排來看 我覺得中非現在開始慢慢慢慢回到了 這麼一個正確的這種軌道 但是這軌道 正理論的說 可能存在不確定性 那麼這個不確定性就是有美國在背後 不斷地在進行拱火來為美國自身的戰略利益服務 所以這是我們未來需要防備和管控的 您說到這個不確定性 在布林肯訪問菲律賓美菲二加二會議之後 您覺得菲律賓會不會又再次違背了中非之間達成的協議 我想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關鍵是美菲之間他們這種討價還價 他們的這種利益能夠達到多大程度的一致 因為我們知道很重要的小馬克是 實際上他在任的主要任務還是要發展經濟 推動菲律賓政績的自身的這個發展 那麼菲律賓之所以在南海文章跳得這麼凶 很重要的是以此為作為一個籌碼或者一個投名狀 來獲取美國對他經濟上的一個支持 或者說吸引更多的美國對他的投資 我想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南海他跳得再凶 實際上南海浩瀚的大洋菲律賓想獲得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不多的 所以他是想在最後落假兩賽經濟上 我們知道美菲之間前一段就 美國要推動在菲律賓的經濟 特別是要推動在菲律賓建立履送經濟走廊 實際上是畫了很大的一個柄 是美國要承諾要拉攏日本一些盟國 要在履送經濟走廊 要投資1000億美元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個餅還離菲律賓的需求還太遠了 所以關鍵是在這個履送經濟走廊裡面 美國能夠給菲律賓多少蛋糕 我覺得這是我們觀察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此外根據俄羅斯媒體報道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26號到27號 也會出席在老郭舉行的東盟外長會 包括東亞的外長會 那在俄羅斯加速向東看的這個背景之下 這一次俄羅斯跟東盟包括東亞國家之間 會重點聚焦哪些議題呢 實際上拉夫羅夫這一次東亞之行 我覺得時間非常膽紛 他就是26號到27號 所以他更多的是參加剛才你說的 這些系列的外長的會議 那麼這一次的他的主要的我覺得聚焦點 一個就是說他要參加東盟和俄羅斯的 這個外長會 這是一個重頭戲 那麼主要還是要聚焦 因為俄羅斯和東盟簽訂了這種戰略夥伴關係 那麼在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之下 有一個2021到2025年的行動計劃 主要是要評估這個行動計劃 它的落實的情況 我想它這一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第二個呢 他這次可能在這個東盟地區論壇裡面 可能要發表一個演講 那麼這個演講主要是什麼呢 要推動普京前一段提出的 叫歐亞安全架構的倡議的落地 他認為在當今的事件 那麼美國和盟友推動的所謂的這種合作 實際上干擾了這種地區的安全的框架 是不利於這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 所以他要推動一個建立什麼呢 平等的來怎麼說呢 平等的相互依賴的這一種的地區的安全架構 那麼他想把這個安全架構 歐亞安全架構引入了這種東亞合作的這個框架內 我想這是納芳洛夫這一次東亞執行的非常重要的目的 好 謝謝許顯然點評分析 下集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越南在25號26號為已故越共中央總書記阮福仲舉行國葬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又見 新聞記事壇 歡迎您回來 越南政府在25號和26號在國家殯儀館為已故 越共中央總書記阮福仲舉行國葬 阮福仲的遺體安放在河內陳盛中街5號的國家殯儀館內 調驗儀式從25號上午7點開始 現場人員面色凝重 肅立默哀 一行人隨後依次圍著鄰舅緩緩繞行一周 做最後告別 並與家屬一一握手 表示深切慰問 越南國家主席蘇林 總理范明正 國會主席程清明等人 率領黨政官員 國會議員和越南軍方官員 前往進線花圈 慰問家屬 何在調驗部簽名 越南前國家主席吳文賞 阮春福也有出席 此外 多國政要當天率代表團 參加調驗活動 阮富重的國葬從25號持續至26號下午 安葬儀式將於26號下午3點 在河內市梅義公墓舉行 國葬期間 越南各黨政機關 公共場所將辦齊 並停止一切公共娛樂活動 我們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率中共代表團赴越南吊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去參加了阮富重的葬禮 中國跟美國分別派代表去參加葬禮 是否也凸顯了越南在國際格局 當中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 毫無疑問 因為無論是王滬寧還是布林肯來說 在中美兩國應該說地位還是非常高 是一個高級的代表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看新加坡的副總理顏金勇 老國的國家主席總書記通倫 都要參加這一次的阮富重的國葬 這進一步地凸顯了 越南在國際事務中的一個突出地位 我想這也是阮富重總書記他擔任 總書記13年來他經歷推動的越南外交的多樣化 多變化的外交 也就是說他想和世界上的所有的國家都交朋友 那麼這個背後的目的呢 最主要還是要營造越南在國際的那麼一個積極的這麼一個形象 來吸引更多的資金來投資越南 來提升越南的這種活力 來推動越南經濟的這種發展 實際上你看這個越南那麼和美國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麼中國也是越南的外交中的頭等的優先的方向 而中國呢對越南的我們的外交的定位是 越南也是我們周邊外交的優先的方向 所以呢越南應該說在各自的外交中啊 在中美這種地位也是非常的之高的 因為我們看越南作為一個東盟啊 超億人口的這麼一個新興的經濟體 可以說在軟副重啊 執政這些年應該發展的非常的快 所以呢這也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國家的領導人 來參加軟副重總書記的他的一個國長 目前呢現在是越南國家主席蘇林 是臨時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有分析這個軟副重的繼任者 這競爭可能會異常的激烈 您怎麼來看 實際上關於軟副重總書記去世以後 越南的人事安排啊 實際上也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一個焦點 因為實際上怎麼臨顯總書記 特別是我們知道總書記在任期間去世 應該說去臨顯總書記 越南應該說歷史上沒有先例來可以征詢 所以這也是給外界有很多的瞎想 但是我們看越南的黨章 越南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其實上也有一些清晰的這個 痕跡可以來征詢 比如說總書記是產生的它的程序 使中央委員會從政治局委員之中來產生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總書記 你首先你要是以政治局委員 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原來在越南的一些相關的文件 也規定了那麼總書記 像這樣總書記國會主席 國家主席 這些重要的這些四家馬車的崗位 那麼你至少有一任的政治局委員的 這麼一個從政的經歷 所以這個實際上給總書記的人選是縮小的很小的範圍 當然我覺得從目前來看 那麼蘇寧很可能在新一屆的越南十三屆的中央全會上 可能會當選為總書記 因為一方面我覺得是為了越南的一個政局的穩定 另外一個蘇寧也是被委任為臨時結台 在軟負重的總書記的這麼一個豐功職責 那麼實際上也可以做好了很好的這麼一個鋪墊 我想這個方面現在應該說確定性還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也不排除也有其他的人選也冒出來 因為畢竟前一代越南黨中央高度推進了反腐 特別是四輛馬車有三輛馬車的領導人 那麼相繼因為貪腐問題而辭職 這樣給一些下面的人士安排 實際上是增添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但是總體來說我個人認為 蘇寧在最近一段時間內 那麼當選總書記的這種可能性還是蠻高了 因為按照越南的憲法規定 那麼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 很顯然總書記這個位置 那你就是國家的一把手 那你是國家的核心領導 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領導 你不可能長期的空缺 也不可能長期的讓一個人臨時待你 所以我覺得應該按照以前的一些經驗來看 那麼總書記人選可能是在一個月到三個月之內會產生 我想根據越南的一些實際情況 大致可以做以上的這個判斷 越南領導層的更迭會不會對中越關係 包括美越關係構成影響呢 當然會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是蘇寧能夠順利的當選新一屆的越共中央總書記 那麼它需要政績 它需要樹立威信 因為畢竟蘇寧他今年五月份才剛上任國家主席 也就是試駕馬車之一 那麼這個可以說在國家領導人的這個角色 他的履歷還是非常薄弱 那麼他要如何獲得黨內和國家對他的信任 那麼他可能在一些關鍵的議題上來展現他的這種強有力的領導力 那麼比如說在我們看前一段南海問題上 比如說提交像聯合國提交這個外大陸家的提案 那麼這個是我們所沒有想到的 但是從他國大內政來說 為了加強他的權力來講 他要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所以像等等這些類似的問題 他可能會有所動作來進一步地彰顯他的這種強有力的這種領導能力 我想這個可能對中國甚至對美國會產生一定的這種影響 所以對此我們要密切地觀察 但是另外一點我想中越友好合作的這種大局是不可逆轉的 只是說在一些重要的議題方面可能有一些調整 但是我們還是要加強兩國的這種戰略的溝通 這個在未來是非常必要的 好 非常感謝許先生今天帶來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近日談 再會